这是孟比优斯最艰难的一次战斗 因为他的对手并不是怪兽 而是他的前辈格斗王雷欧 就在刚刚 雷弗莱特星人与孟比优斯发生了战斗 这是一只防御力惊人并且可以反弹光线攻击的强大怪兽 初次面对如此无解的对手 孟比优斯被打得节节败退 他的攻击不仅不能伤害到怪兽 反而自己每次都被反弹的技能重创 面对伤势惨重的孟比优斯 雷弗莱特星人直接亮出了武器就要痛下杀手 而就在这时防卫队及时发射导弹攻向了怪兽 防卫队的攻击虽然没有伤害到雷弗莱特星人 但这么一会的功夫却让雷弗莱特星人放弃了击杀孟比优斯的想法 反正在雷弗莱特星人的心中 小孟的生命他随时可以收走 索性就让他再多活一回 第二天 未来正与防卫队员进行巡逻 忽然他感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呼唤着他 按照声音的方向 他们来到了一座小岛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一个正在祭拜故人的老者 而随着老者摘下帽子 未来一下就认出这正是光之国的前辈雷欧奥特曼 雷欧表示 他这次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为了与孟比优斯一战 因为他觉得在雷弗莱特星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孟 并没有资格守护地球 雷欧的话深深地伤害到了未来的内心 在队友的鼓励下 未来化身孟比优斯与雷欧发生了战斗 面对擅长格斗技术的雷欧 小孟根本不是对手 三两下就被击倒在地 而雷欧也在这时表示 如果小孟不全力战斗 他很可能会被雷欧杀掉 雷欧威胁的话语让小孟不得不重视起这场战斗 不过尽管如此 小孟依然不是雷欧的对手 在雷欧的一顿组合拳击下 小孟被打得节节败退 随后雷欧更是展现了他的成名绝技 雷欧火焰飞踢 一击飞踢过后 小孟直接被打回了人间体 而雷欧却在这时表示 依靠武器是无法战胜强大的怪兽 只有通过强大的自己才能击败对手 雷欧的话点醒了未来 他决定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强化 为此他展开了高强度的训练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体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一根根木桩在他的脚下断裂 可即便如此 未来依然十分沮丧 因为他觉得对比雷欧他的体能还差得太多 为了缓解未来的压力 防卫队员们在山里进行了篝火晚餐 由于没带火源 他们直接使用了最原始的钻木屈火 在队员的不断努力下 火焰成功升起 而看到这一幕未来 似乎感受到了一股不一样的力量 次日 雷弗莱特星人再次降临 面对老对手 小孟蓄力奔跑大跳起身后 就是一击奥特飞踢 这一脚结结实实地落在了怪兽的盾牌上 但无奈力量不足并没有给怪兽带来伤害 而就在这时 小孟忽然高速旋转自己的身体 在强大的摩擦力下 成功地破开怪兽的防御 将他的盾牌击碎 这一击彻底地激怒了怪兽 对着小孟就发动了进攻 而当小孟成功地躲避后 雷弗莱特星人已经抓住了防卫队的战机 并用此作为威胁让小孟束手就擒 危机时刻 一旁观战的雷欧现身成功地拖住了雷弗莱特星人 而小孟也借此机会解救了防卫队员 没有了羁绊 二人合力对怪兽